这汁都能堆住 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做的是老鸭子菜 压锅排骨黄心钩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那么从这个豆角这一块 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黄金钩 把这个花尖 这样弄一下 后面呢 把这个金 这个金还这么多 这个不存了 这种啊 这种豆角不存 要存它不带这么些金 就这一个是这样 这个都挺好 好了 然后呢 来看我们这个排骨 排骨要求呢 剁成寸段 这个地方宽 宽就窄点剁的啊 三公分 这回呢 就是寸段 一寸材 好了 好了 来 房间妈 排一下 把这个压力锅放到火味上 加入一两半油 葱姜下锅 炸出主料 现在开始下锅煎 不要着急 这样 煎炒两次 这个是十三姜 五香粉 花椒面都可以 是这些料的一半啊 就可以 不要放多 我多放点呢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大 好看一煎 来 煎 这个时候呢 再放入这个酱 这个酱叫什么呢 红烧酱 或者呢 茶烧酱 豆豉酱 香辣酱 哪一种酱都行 这个酱 东北大豆酱 不许放多 二十五个 哎 玩火 朋友们看啊 我边这么巴辣 边这么翻炒 老家的土话就巴辣 我就这么个土话 就带着嘴上了 让朋友们又学了一个火 一般呢 你找支点 你都找不到这个词 就巴辣什么意思 这回告诉你 再加入酱油 二喝一酱油 大豆酱油啊 和这个生抽 在一块放上 两盏 打一两 下入豆角 这个呢 里面还可以放点 香辣酱啊 或者辣椒段啊 脾鲜酱啊 都可以脾鲜酱 来这个勺的一半啊 十二酱克就可以 盐啊 少来点盐 这个 味精别放啊 可以少放一点鸡精 味会更好 现在呢 可以沾上盖 上来去八分钟 保证 豆角非常软辣 非常面 排鲜酱啊 排骨呢 入口不是很酥辣 接近酥辣 非常舒服 八分钟 然后呢 说 这个菜叫 亚锅 亚锅菜呢 在东北啊 非常盛行 现在得这么说 火遍大江南北啊 只要有东北人的店 就有这个菜 基本上啊 是这样啊 做法呢 先变万化 但是 主体离不开的啊 都是东北大豆酱啊 然后咱说 你这叫亚锅菜 亚锅菜 你哥这么点汤 到最后 什么样最好 汤之刚一收干 这亚锅菜就成功了啊 拿出来 不用勾馅 啪啪拌几下 倒出来 红豆土的好看 这个亚锅菜 和嘎巴锅 它俩是清根的啊 没看住 有点糊糊的 那个 是最难掌握的 啊 很多大酒店 懂吗 啊 啊 嘎巴锅 啊 嘎巴锅 像随便调 就跟这个人 随便调 关键 一提鼻子一闻 那种糊香味 非常漂亮 当你呢 打开锅以后 一看在里面呢 并没有糊锅 刚干吧 嘎巴上锅 啊 上了点颜色啊 或者刚有点发黑 那 这不最像啊 好了 一会儿见 等待 来 朋友们 看一下 现在正好是 八分钟啊 放气 离开火味 来 朋友们 看一下 二两汤汁 为什么 靠干啊 现在 打开火 哎 这样啊 大事需要 一分半钟 啊 你这么放下手 让这汤汁呢 再烧 收一下 把那个 滋味啊 全挂在土料上啊 效果才棒 别给它找到火了 一火了 一小动 就对付了 哎 这样子 哎 这个 是 粘稠的程度 就像钢筷的一样 哎 再看一眼 哎 好了 这就可以了啊 翻一下勺啊 看看这眼子 哎 看看质感啊 非常非常棒 这是东北菜当中啊 那个按我们家的那种话说 非常牙烙的菜 非常难做啊 非常难做 看 最后这个汁啊 就这点汁 咱们往往这块骨刀上倒啊 来 你看啊 这汁都能堆住 做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来 咱们看一下 这个 骨刀 排骨啊 看八分钟能撒一下 非常轻松的 比较酥辣 汤汤汁就这些汤汁 啊 基本上就算 没啥汤汁啊 看一下啊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 各位观看 我看 我看